我用1-2分钟就好了 你现在随时开始没关系 因为多录的等一下剪掉就好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载具 不管是平板或手机 那我可能像这样在现场录下来 我们手机录好了 平常如果我要载到电脑 很麻烦对不对 上传到云端硬碟 不然就是你还要超过一些授权 但是在这边就不用 就很方便 这样应该差不多一分钟了 来老师麻烦你 我要请你帮我放进来 来你看我们先从左手边 对老师要请你们先注册账号 一定要注册账号 你比较多功能才可以用 来你注册账号之后 我先从这边 我让老师先看一下怎么传进来 你看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叫星项目 有没有 左上角 这里面您是不是有看到这里 他有几种使用不住的情境 第一个 你已经有影片了 是从这里打开就好了 第二个有没有从智慧型手机导入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 另外 刚刚讲的 如果你只有声音 只有字幕 你可以让他产生AI的语音 你也可以透过他直接录影或录音 他就是录影的软体 然后你透过文字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PDF的 他有一个 他有短影音 只是他短影音比较续腻一点 这不是他的强项 来 那我要麻烦老师帮我扫描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QR Code 来看一下 这样扫得到吗 对对对对 要麻烦老师 您帮我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账号 大家现在都很厉害 各位武林高手 那个 随便一下就注册成功了 好 老师那边有没有看到的 这样扫得到吗 要不要放大一点 我手就直接放大 老师一下 他的这个 界面 也有亮的 模式跟暗的模式 好 你看 来来来老师看一下 有没有传过来了 你看 好了 哎 QR Code过期了 哈哈哈 来来来 这不够就不够了 失败了 好再一次 是 网路比较慢吗 哎应该一个人就可以了 两个人不知道行不行 我没有试过同时两个人传 哈哈 那总之要测试一下 哦有啊 你看 哎 哦 哦 我知道 有可能 会不会是因为两个人同时 对对 两个人同时的关系 心理是 好 来来来 先一个一个 反正 等下就是 他会问我要存在哪里 不会偷偷的就直接存进来 好 导入时 有没有 就是手机画面不要关 所以应该是两个人同时传的 关系 对 哦 37 你看 有没有 是不是出现这个 嗯 我就可以自己传 这样 有没有感觉方便一点 对不对 他是不是都要转化 转化不用啊 然后你看 你看我会进来的就开始 进入标准的程序了 所以老师您可以试开看 有没有其他老师需要老 刚刚两位老师的 请他过去帮你扫一下QR Code 自己拍一个 自己拍一个最好啦 真的真的 那您现在都会进来 你看第一件事情他 问你你是什么语言 好 第二个 你看 你要不要分割 要不要检测那个长期转化 我就先暂时都不敢 好 就先到预设纸 你看确定 这个时候 他会先问你 我这个不用保存 我就直接进来 好 你看 老师的大头马上就进来了 然后他就开始分析 对不对 那右上角这里 他会告诉你 你会需要用到 多久的那个分析的时数 这样了解 因为我们声音比较短 所以其实还好 那你 还有多少额度他上面都有提醒你 好了 进来 老师你也拿对 对 你什么就会 什么 你这样伏特一下 你声音很需要 因为会影响到你的那种 好 应该还是 所以这个声音 声音会 就是因为可能比较远的关系 所以说效果比较差 好 好 那 怎么办 黄老师你那边的可以吗 你刚辨试出来语音可以吗 呃 也不适合 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是跟 对对对对 诶有没有老师你辨试出来之后效果还不错的 要不要是我们的 来说 好啊好啊 不然这样好的 老师我们不然你就不要用手机 你用每一台都有网络摄影机 对对 你也都坐得这么近 哦 没有理由 这样 直接这么算 这样好不好 反正我我那个目的是让大家体验一下 你手机拍其实可以直接进来 哎 好 那这样 那要要从哪里开始 好好好 我们就跟着 老师自己去外面拍 只认再拍 好好好 我摆 Cristo